大家好,今次再拍《去到邊吃到邊》系列 看看今次吃了些什麼 第一站來到太古站和質魚沖站中間的鷹王道 在M記和壽司人對面,116巴士總站那邊 由右民街一直走到最後 看到116巴士總站再走前一點 走到最後就看到這間粉麵店 就進去吃粉試試 舉中午吃飯時間太多人,店內的環境就不拍 看看他們有什麼粉麵吃 叫了一些食物試試 這瓶金銀菊花茶12元 喝下去是涼茶味,再問店員都說是菊花茶 算了 這碗麥魚頭河粉47元 麥魚頭份量算多,肉質爽彈 但是有些邊位太硬咬不開 河粉夠有滑 有香蔥和芹菜調味 湯底是胡椒湯,有一點點香辣味 不吃辣的,可以落單時改清湯 這碗是剩大豬集,53元 有很多配料,全部夠軟 有邊位比較硬 也是胡椒湯底 有粉腸 大腸 豬肌 豬肥 豬肺 豬肥 豬頸肉 豬心 豬蜷 豬耳 豬耳也有 軟骨位咬得開 總結今次點的食物 質素和味道是合格的 價錢就貴了些 接著來到九龍灣站得覆廣場意旗 上去四樓這間日本居酒屋吃飯 看看他們的餐牌 叫了一個套餐試試 這個鮮菜沙律 蔬菜新鮮夠爽 加了蔥露 酸甜味好吃 這個是蒲燒鰻魚飯定食 128元 這個味噌湯有昆布和豆腐 味道鹹了些 這個蒲燒鰻飯 飯賣完很大塊 又有厚度 表面一點點香脆 魚肉甘香肥味 又夠滑 是有小小的軟骨 不會近喉 飯面有很多蛋絲 一口鮮鰻魚一口飯一起吃 很好吃 珍珠米飯很軟 一口鰻魚一口飯一起吃 很好吃 總結這個鰻魚飯是好吃的 他們要收加一 然後來到大圍站這樓 在這樓的對面馬路右邊第一條橫街 第一條橫街是積福街 走前一點就看到這間茶餐廳 他們有個肉餅飯挺好吃 叫了一口看看 這碟是三煎肉餅飯 62元 肉餅很大塊 兩邊都煎得金和 肉質很軟 味道夠鹹香 白飯軟醋 加了少許香甜的醬飲 白飯軟醋 加了少許香甜的醬飲 有一條菜心做拌菜 這裡有辣菜煲給你喝 加入飯道吃 有少許爽口和香辣味好吃 飲品就貴了點 要加11元 飲品就貴了點 要加11元 凍檸茶正常味道 總結這個肉餅飯是好吃的 如果去維芳或者車工廟要吃飯可以試試 接著來到沙基灣電車總站東大街那邊 之後轉右進去工廠街 走前一點就見到營匯商場 光顧地下這間食店 看看他們的午餐有甚麼食 叫了一碗麵試試 叫了一碗麵試試 他們有個自助水箱給客人拿熱水或凍水 這碗是涼野咖喱雞串麵 62元 都夠大碗送熱喝一杯 蝦仁好爽蛋 雞蛋正常味道 燒雞肉的話 醬點味道偏甜 油麵就慢慢粗糙 有芽菜和洋蔥做拌菜 湯底是辣沙 味道怪怪的有多油 凍檸茶要加3元正常味道 總結這碗麵的質素和味道是很普通 這次最後回到觀塘漁民峰商場 去對面的牛途角度 去這間飯店吃飯 看看他們的餐牌 叫了一個炒飯試試 這碗是XO醬海王炒飯 78元 夠大碟 有爽口的菜補給你加入飯吃 有很多蝦仁和細帶子 好足料 蝦仁好爽達 細帶子更嫩滑 有椰菜絲一起炒 炒飯粒粒分平 夠乾身不流膩 大碟 有XO醬的蝦米和辣椒 炒飯帶一點點香辣味 凍檸茶要加8元正常味道 總結這個炒飯是好吃的 他們太多人幫忙了要等很久才能吃 如果醋底和講事就不要去 肯吵架 喜歡這個頻道影片 請我訂閱和按下小鈴鐺 不用請客廳新片推出 就馬上收到通知 還差一點就二萬訂閱 請大家多多支持 今次就分享到這裏